亲爱的天父,感谢你的美好与怜悯,感谢你为了我而展开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战争。 亲爱的天父,我祈求你大能的庇护。你知道我的挣扎,你知道我为了什么而斗争,你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。 我祈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睛,让我明白,主你通过你的话语赐给我的权柄,因你的名而获得的权柄。 主啊,求你给我只会让我们明白你的道路,让我熟悉与你的同在。 愿圣灵帮助我永不忘记,因为相信且接受耶稣的救恩,而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所拥有的力量。 愿圣灵时刻提醒我,我在神的国度里的身份。 愿圣灵时刻提醒我,你话语的应许。那应许告诉我,我是高于一切的,我不是低贱的。 那应许说,我在一天的开始将蒙受祝福,在一天结束之后也同样蒙受祝福。 愿圣灵帮助我在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上,都不忘记自己作为神的孩子的身份。 愿我所走的所有道路蒙你喜悦,愿我的信心蒙你喜悦。 你的话语告诉我说,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,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。 我要向耶和华说,我的避难所,我的山寨,我的神,你是我所依靠的。 今天我要宣告,主我信靠你。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信靠你,因你得胜。 在我人生中看似魔鬼占上风的时候,我信靠你带领我安然度过。 我信靠你,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,我的山寨。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,我们的避难所,我们的山寨。 我有全然的信心,我所渴望的一切,我所梦想及需要的一切,将在你里面获得满足。 因为你不是软弱的神,你不是虚假善变的神。 因此我不会因为信靠你而有失望的风险。 主我感谢你存在于我生命中,你是全能的神。 你是我生命的磐石,我选择信靠你。 你是我生命中风暴与艰苦的避难所。 亲爱的天父,我祈求耶稣的宝血,覆盖所有聆听这祷告, 有需要得胜与突破人生困的每一位朋友。 父神,请为他们每一个赞同的人开路。 我宣告地狱的大门不会胜过我们。 亲爱的天父,我祷告祈求主你赐给我们坚定的立场,不动摇的信心。 愿圣灵帮助我凭信心前进,而不是凭着眼见的行走。 主我们仰望你,你能够移动大山,排除一切拦阻, 你推倒我们生命中耶利哥的城墙。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,无论在我周遭发生什么事, 无论世界有什么变化万事互相效力, 叫我们的益处,因为我们信靠你。 父神,在这个时刻我们祈求你的平安与指示, 我们或许无法理解周遭发生的一切事, 我们或许会面对不安定的情况。 在这所有的情况当中,看似无路的时候,求主你开路。 主啊,我祈求你的引导,我无法独自面对一切, 我无法独自战斗。 在这时刻,当我祷告祈求的时候, 同时也为着聆听这信息的每一个人,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挣扎, 请进入我们的灵, 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身体。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, 我奉主耶稣的名,求主我们的王, 释放我们,因为主让我们自由, 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, 你和话语告诉我们说,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,可以到我这里来, 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 父神,我们寻求你的面, 我们俯伏在你宝座前, 寻求你的帮助,求超自然的突破。 圣灵,请进来,成为我们此刻的安慰。 你的话语应许我们说, 凡为攻击我们造成的器械, 没有一样能伤害我们。 我再次宣告, 没有一样为攻击我的家人所造的武器, 没有一样为攻击我的心理的武器, 没有一样为攻击我的财务所造的武器, 能够发挥作用。 奉主耶稣的名宣告, 即使敌人如同吼叫的狮子, 遍地游行,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我以基督的宝屑, 我奉耶稣的名稳固站立。 父神,我请你成为我心的主宰, 我高举你的圣名。 你是至高无上的, 你高于那些执政的, 掌权的,管辖的, 这幽暗世界的, 没与任何东西能够与你对抗。 因此, 我呼求你的名, 我相信你会让我的生命有突破, 虽然我现在看不见, 我凭信心知道, 你为了我动工, 你让一切的发生对我是有益处的。 亲爱的天父, 我祈求智慧与辨识的能力, 帮助我凭着信心前进, 而不是凭眼见的。 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节说,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, 你们只管静默, 不要作声。 父神, 祈求你为我而战斗, 帮助我不因敌人的诡计而堕落跌倒, 请你成为我脚前的灯, 路上的光, 让我远离充满不易与邪恶的道路, 开启我属灵的眼睛, 让我辨识敌人的诡计。 我祈求耶稣的宝血覆盖我面对的所有情况, 击败所欲的邪恶。 耶稣的宝血是我得胜的源头。 天父, 我要靠近你, 也求主亲近我, 鼓舞我的灵, 使我不陷入敌人的诡计。 我祈求主耶稣的明光照亮我生命, 毁掉黑暗的世界。 你是烈火, 意味着你是圣洁而拥有无穷力量的神。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。 因此我祈求你烧毁掉我生命中各样的疑惑, 烧毁掉试图攻击我生命的恐惧以及忧郁。 我宣告你的平安临到我的生命。 感谢主你是信实可靠的神, 你从不离开我, 也不遗弃我。 感谢主你垂听我的祷告, 以及此刻所有在聆听可赞同的人,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, 让平安充满我们每一个人, 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 因为我们仰望你主,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仰望你。 感谢主你的怜悯, 感谢你丰盛的恩典。 我们将继续信靠你, 你是主宰我们生命的主, 你是信实的神, 你的应许永不落空。 我们高举赞美你的名, 感谢你赐给我们胜利与突破, 感谢你开路。 奉耶稣的名祷告, 阿门。